说到第一热巴最经典的角色 相信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凤九 不少人都被他这个角色圈粉的 在《三生三世世丽桃花》中 热巴饰演的凤九不仅有着名艳非凡的容貌 而且性格天真可爱 就连女生都忍不住为他新演 正是因为这个角色太火 所以红色小狐狸可以说成为热巴的代表了 并且在他的代言中也有类似的形象 这可以说是热巴最经典的一只广告了 不同于红狐狸凤九 这次他扮演的是一只白狐 热巴身穿红色樱花领衣裙 罗马风的款式看上去飘逸梦幻 搭配上坠满红色绒毛的披风 不仅不显的俗气 反而将热巴的五官衬托得更加明眼动人 不得不说热巴非常适合 红色金色这种极致亮眼的颜色 不愧于他人间母龟花的称号 热巴并没有做很复杂的发型 长发简单的披想在身后 只用红色花朵做装饰 最要念的就是头上的白色毛绒胡尔了 为他增添了一份呆萌的感觉 显得十分可爱 热巴优雅的坐在美人踏上 当镜头转向这里的瞬间 网友集体被惊艳到了 这个造型简直比热巴在 真让书中的造型还要美 让他瞬间回到了 三十三世十里唐花时期 真让书刚公开了新预告 可以看到整体画面 还是非常唯美梦幻的 但是让人遗憾的是热巴的造型 虽然仙气十足 但是却没有了最初识的经验 直到看到热巴的这支广告 让人不仅惊叹 这才是青秋凤酒的样子 也难怪就连最冷清的仙人 看到后都会沦陷了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热巴的这个造型呢